迷你一只花,可爱的班拉,关注班拉,一起拍故事吧 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姑娘 她有一双水淋淋的大眼睛,一张樱桃小嘴,还有一头金发 她家里很穷,于是她爸爸将她卖给了村里一个富有的牧师 牧师给她取名为水晶儿 有一天,国王宣布要选一个姑娘当公主 水晶儿也参加了竞选 国王出题了,公主应该要很聪明 他想,于是便叫一个聪明的大臣出题目 大臣思考了一下说,我把王冠放在城门水的盆上 怎么才能不让水溢出来呢 许多想当公主的女孩都打不上 只有水晶儿想了想,说,我把水倒掉一半 再放入皇冠,水就不会溢出来了吧 大臣想了想,还真是的 怎么自己忘记说不能把水倒掉呢 所以大臣只能让所有公主暂时回去休息 等之后再考验 公主还要善良的心,国王又想 于是他把自己打扮成乞丐 等待女孩们出宫后在门口要饭 过了一会儿,大臣把他们领出宫 故意大叫 快瞧,这儿有个乞丐 大部分女孩们嘲弄他,欺负他 可是谁知道这可是一个一国之主呀 只有水晶儿掏出一些铜币 说,老伯伯,您拿着钱买点饭吃吧 国王接住前问,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可是水晶儿说 老伯伯,我叫水晶儿 您不用报答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 他回答后跟着大臣走了 国王心里很高兴 但是国王想到 公主还得自立自强 于是便命令大臣在第二天一大早 把所有的公主安排在宫中 最破旧故意搞得最乱的房间里 这下子女孩们哭的哭 生气的生气 没有一个人想住在这里 于是都来向国王抱怨了 国王看看四周 心想,水晶儿怎么没来 于是便跑去房间里找他 只见他把衣服给得整整齐齐 房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连破洞都补好了 所以最后聪明善良能干的水晶儿 成为了公主 受到人们的爱戴 大家称她为金发公主